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 我是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排挤打压,刻意刁难,应对职场霸凌 你可以选择更聪明的反制方式 圣而为人,你就是要工作 人在江湖难免就是会遇到各式样的磨难 或是不公平的对待 你在工作上就是要应对脑人的客户 或是跟你机车同事 难搞的主管相处 那有时候你在一个职场环境里面 你还会遇到 有些人就是看你不顺眼 他就是讨厌你 他就是要刻意的排挤啊 组一些小团体 或是分党结派 在分配工作啊 或是合作一些项目的时候 就刻意的找你麻烦啊 刻意找查 那这个状况你要如何应对呢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主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 义得抱怨如果不管用的话呢 有时候你就会沦为人善被人欺 还会被同事讲说你是烂好人 进入职场之后 你可能就是本着与人为善 所以别人可能丢包啊 或是你知道栽赃你 泼你脏水 你都怀抱以德抱怨 觉得说没关系啦 别人对我不好 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去改变我自己的做事方式 变得就是跟他硬碰硬啊 或是唱反调 你会觉得说没关系 我还是吃点亏 或是这个件事情就这样放下好了 但久而久之 真的有时候你的义得抱怨不管用 那这个状况之下 你真的就是要以直抱怨 以德报德 用正直的心去应对 别人的一些 挑拨离间也好啊 一些小动作平平啊 真的不用想着说 啊算了啦 就是为了气氛融洽 我就这么蒙着鼻子 就是自己吞下来 然后就自己委屈求全 让对方就是软土深 绝对你越来越过分 所以有时候事实的就是 所谓的以直抱怨 就用正直的心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就是用SOP 公司怎么规定 你就怎样去应对他 这样就好了 不用特别 就是一定要委屈自己 现在第二点关于说 应对职场霸凌呢 就是二 以实力去反制 聪明的去厘清楚 公司的一些派系啊 组织的架构啊 还有升迁的管道 如果你决定 我在这间公司 我就是要继续的工作下去 我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些 欺压不善待 你就就此想说 啊算了 我就离职 算了 就是我自己 就是吞下来 就自己很辛苦很痛苦 但其实你可以选择 用实力反制 当你的实力 当你的业绩 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就掌握了话语权 因为公司说实在 就是也是很现实啊 你今天就是拿得出成绩 拿得出业绩 那些讨厌你 或是想要排击你的那些人 他就是在业绩 这件事情上面 他没有办法动手脚 你反而可以反制他 用你的成绩去说明一切 用你的实力去打脸他 当然前提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得要很聪明 先去弄清楚 公司的派系斗争是 你有没有站对边 或者是说 你看就是家族企业啊 你在怎么强 你在怎么有成绩 但他就是老板的儿子或女儿 你永远打不过血缘这件事情 所以你还是要很聪明 先去弄清楚说 在这间公司 你的现在立足的地位 是否可以透过一些什么 升迁管道 或是你们公司的组织架构 说不定你看完之后就发现说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管你啊 你们根本就是不同单位的 而且甚至你跟他是平行的同事 他根本没有立场去说嘴 或对你做出指手画脚的动作 而这第二点 用实力反制 但前提是你要弄清楚 公司的派系架构跟申请管道 加第三点关于说 职场霸凌 你要如何应对呢 就是四 适时的职求对决 或是向上汇报 当然这一点延续上面 你还是得要先弄清楚 如果你汇报的对象 根本你的同事是他的女儿 他的儿子 那你汇报对象是他的爸妈 那等于就是白大 所以你还是要先弄清楚 你现在霸凌你的人 他的派系为何 或是他背后他们的关系为何 再就是职求对决 也要选时间 你必须选在一个 你拿得出成绩 你有对等的客户名单 或业绩可以帮你撑腰的时候 你去职求对决 大家就会因为你的这些成功 你的一些战绩而让你三分 对等的 你在这个职求对决过程之中 你也让对方知道说 你不是好惹的 你要跟我这样硬碰硬 没问题啊 我就是奉陪到底 那你给他吃了一次软钉子 或是让他跌一跤 他反而就之后不敢再这样对待你了 而这也是一种面对霸凌的方式 就是职求对决 或者是向上汇报 有时候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做主 你没有办法直接去跟他沟通 但是上面的主管或老板 其实是可以做个判断或最终选择的 他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 那有时候如果你明确知道说 你就是有利的那一方 或是你就是站在正道的那一方 那就是可以向上汇报 当然前提就是公司的制度还是要遵守 你是不是有月籍申报 或是你现在这个问题是否有必要职求对决 当然要先评估一下 现在第五个关于说应对职场霸凌的作为呢 就是五 如果已经明确的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 有时候离开也是一种选择 最后就是笔气场 如果你知道说我现在虽然被你霸凌 或被你打压或被公司的同事看不爽 主管就是看你不顺眼 那没关系 你自己认为你的身心健康并没有受到影响 只是在工作上有时候遇到一些阻挠的话 但一切还在你的应付之中 那当然没问题 你就是可以跟他比气场 但如果你发现你因为他们这些霸凌的作为 你工作上面就是已经无法专注于你现在手上的事情 然后身心都明显的被他们影响 然后内耗精神耗弱 那这个状况在你评估之下 我觉得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真的很不开心 或是已经让你变得有点忧郁又抑郁的话 说实在的 如果你有别的选项 有别的出路的话 不妨也是可以选择 就是转职或换工作或换单位 这也不是说你就输了 而是说那是对你自己长远来说 比较好的一条路 好啦那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五点来聊 来关于说排挤打压刻意刁难 应对职场霸凌 你可以有更聪明的反制方式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我们要分享一个奇怪的心态 你会发现当你人越急的时候 越容易出错 比方说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发现你快迟到了 你平常刷洗脸速度有够爆快 五分钟啪啪啪啪就结束 但是有时候当你就是今天突然间 啊我大迟到我睡过头 你醒来 你就是那个牙膏怎么挤 就是一直挤不好 或者牙刷掉到地上 那电动牙刷没电 或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就在此刻出现 当你越挤 你的人生就越容易会出一些插持 而且这些插持都是你意想不到的 比方说手机突然没电 或是你的电脑 你现在有很重要的资料 它突然间当机 就是墨碑定律 那会发生的心态就是会发生 但通常它会发生的心态 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 你越紧张 我跟你讲它就越容易会出彩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告诉自己 你现在已经快迟到了 或是你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 但是现在电脑打不开 资料取不出来 此时你真的就是要在内心告诉自己 我现在超级紧张 我现在超慌张 完蛋了 你越是要告诉自己 我越要冷静 我一定要静下来 慢慢来 迟到没关系 就迟到吧 反而在这个时候 你告诉自己说 没关系 就是慢慢来 不要紧张 不要慌 你越慌 反而越容易出差错 这一点呢 你从那个巴黎奥运里面 有很多的赛场上面 你可以看到那些 就是伟大的运动员 他们都有些特质 就是 他们即便这里落后超多 但是他就是凭借着自己的那个内心很强大 他已经觉得完蛋了 我要输了 完蛋了 我怎么一直球 还是不断的打不进去 或是不断的打不赢 但是他就是可以反转 就是比方前面比数已经输惨惨 但他最后一举就奋起吧 前面的分数全部赢回来 但在那一分 一来一往之间 他等于就是玩一种心理战 原本你的对手觉得我赢定了 但他后面居然被翻转 你开始急起持追的时候呢 他内心反而会崩掉 所以 真的他们的内心素质 你不得不称赞 你看他打那个桌球 什么 樊振东 他那个原本都已经落后 一些分数了 但他最后面就是可以翻转过来 或者像雨球 你就看到那个比数 就觉得好像没忘了 你可能想说 我要去洗澡去 但你出来就发现 比数竟然又被翻转过来的 所以有时候真的越急 越容易出错 你越要告诉自己越冷静 才能有好的应对方式 或好的结果 在此提供给大家 好了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各种意见看法 或疑难杂症 欢迎到IG跟我做互动咯 好了 那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